小玉,我们再很快来说一说中日关系 我们看到日本媒体有报道 说是可能在今年4月份 中日两国要重启这个安全对话 这方面最新的消息,我们说一说 是的,这是日本共同通讯社 今天星期四披露的消息 报道说,日本的多名外交人士 昨天星期三透露说 中日两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协商 要在今年4月在东京恢复安全对话 我们知道中日两国的安全对话 自2011年1月以后就一直处于搁置的状态 不过由于担心岛屿争端 可能引发突发性的事态 去年11月中日外长在举行会谈的时候 约定要重启这一安全对话 如果实现的话 这将是中日两国在过去4年以来 首次恢复安全对话 那么这次安全对话要谈哪些内容呢 估计首先要谈的是要启动海上联络机制 以防止发生不测事态 另外日本的安保政策 还有中国的国防动向呢 预计也将是议题范围之内的 林森 谢谢小玉 这是美国之音 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